第十六章,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话说1950年下,毛泽权由南京到北京开会,抽空去看望腾兄毛泽东。他们自1938年8月在延安分别后,已经12年未见面了。毛泽东非常高兴,问到泽权,延安分别后,你到哪里工作去了? 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呀?毛泽权说,我改名王勋,到苏北新四军兵战搞后勤去了。好吗?你连姓也改了。姓王也好,王子的笔画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还有一个尾巴呢。毛泽东说完,对身边的陈毅说,他是我的堂弟,叫毛泽权。陈毅笑道,知道了,我们在延安和延城新四军指挥部都见过。 现在我是华东军区司令员,泽权同志是华东军区的干部,还用得找主席来介绍吗?原来你们早就是一家人了。毛泽东也笑了,他转向毛泽权问,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毛泽权谦虚地说,水平低,许多是没有做好。陈毅芒说,这不是事实吗?晚来是便时,环境那么恶劣,泽权同志带领他的那个兵战,突出重围,这就很了不起吗? 你们工作有成绩,我心里就高兴。鞠躬不骄傲,这更好。他又问毛泽权,你成家没有?毛泽权说,1943年春节的婚,爱人叫徐继平,也在部队工作。 你有几个孩子?三个女孩。 1950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准备对付敌军,可能向潮汕及海陆峰登陆袭击给邓子辉等的指示电。他写道,邓谈照,并夜方华南分局转来潮汕地委,为寒电一息。 台湾敌人向潮汕及海陆峰举行登陆袭击,是极有可能的。 你们必须一,加强侦察工作。务实我军在敌举行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 二,加强兵力,请考虑从西面抽到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强的诗,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 三,加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作战准备,清除干部中的和平思想,军队及地方武装解除其生产任务,及全力于准备作战。 该区情况及你们意见判告。 军委8月25日、8月26日,新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院长徐悲鸿,收到毛泽东一封亲笔信,只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悲鸿先生,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 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视之为判。 顺送教旗 李信父臣,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李苦禅,原名叫李英杰,早在三十年前,曾参加过蔡元培,李时曾创办的刘法勤工简学会,与同在北京的毛泽东,徐特丽有过交往。 解放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学院个别领导不知何故,竟让这个堂堂的教授每周只上两节课。 其余时间,要去陶瓷系工作室画茶壶,茶碗,后来又干脆让他脱离了教师队伍,去看大门,卖戏票。 一家六口人,全靠他每月只有十二元的薪水度日。 李苦禅为此常常借酒交仇。 李苦禅有过患难之交的林子峰,了解到他的委屈之后,给他出主意说,大哥,由党和政府给咱做主,你不要怕,这是新社会,不像过去了。 你可以写信告状,给毛主席写信。 你与他当年在勤工简学,会不是有过几个月的同窗支援吗? 如今下头这样对待你,大概上头不知道吧? 如果知道,定会开恩解决你的困难的。 李苦禅说,同窗之事都过去三十年了,这位当年的毛润之,可能早就忘了我,更何况,他现在日理万机,能管这点小事吗? 怎么不管? 党进城之后,就是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 李苦禅觉得林子峰的话有些道理,就高高兴兴地对妻子李慧文说,贤弟叫咱告状申冤,咱就颇个胆,给毛主席写封信吧。 李慧文忙劝道,算了,咱们就不要打扰毛主席了。 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你多操心。 李苦禅见李慧文如此说话,便没好气地一把推开他,拿起酒瓶咕咚咕咚喝起来,大半瓶白酒下肚,身子便不由自主了。 他冲到话案前,提笔就写,认知先生与乃昔日勤工俭学之理应结也,常与君同工同毒,今有不平之事,激愤臣自愈下,刚写到这里,李苦禅又感到不妥,自言自语道,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扯同学关系干什么。 他一把扯去信纸,又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重新铺开纸张,挥笔集书。 那积压在心头的郁闷从笔端渲染而下,转眼间写满了五张宣纸。 其中云今有不平之事,激情沉词余下。 云乃堂堂教授,却被无理剥夺授克之权利。 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人之幽而幽,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李苦禅写好后,胡了个牛皮纸大信封,将信装的进去,上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收几个大字,送往邮局。 李苦禅纠醒后十分懊悔,也不知道自己在一气之下究竟写了些什么, 现在信件已经发出,是福是祸,只有听天由命了。 而此时的徐悲鸿,看了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来找李苦禅,将这一好消息告诉给他。 李苦禅那紧锁的愁眉,一下子舒展开了,禁不住兴奋的引道,人是悲欢皆虚幻,七情六欲,一念谦。 一旦悟通烦恼处,心中净土连西田。 多,多,无染无垢超三界,白偶托尼及苦禅。 几天后,一位文质彬彬,衣着朴素的干部,在美院教授王超文的陪同下,登门会见了李苦禅。 他说,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 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当李苦禅知道眼前这位干部,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时,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 告别时,李苦禅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我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不久,李苦禅的教授职务得到了恢复,工资也由12元,增加到62元。 加上李慧文的40元工资,家庭生活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到了1952年,李苦禅的工资又升到了120元。 再说,8月27日,毛泽东关于朝鲜局势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限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经面商。 毛泽东8月27日接着,毛泽东在邓华、洪学智、谢芳关于选派干部去朝鲜战场了解情况的报告中,对周恩来写了一个批示。 邓华等在报告中说,资选定兵团侦察科长崔醒农,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汤景仲,第39军参谋处长何灵灯,炮巴师副师长黄登堡,以驻朝鲜大使馆五官名义,去朝鲜了解情况。 另外,东北后勤是否也派人去,以及去与大使馆接下手续等,均请诉示。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批示中写道,周,请令这些人和柴军武后改名柴称文,笔者助,一同来京,由你灭受机遗,然后去朝工作。 毛泽东8月27日、8月29日,毛泽东就西藏代表团来京问题写信给周恩来,他在信中写道,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 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 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请印度政府与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 毛泽东还指示外交部说,去电伸舰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离时代办,负责办理西藏代表团经印度到北京谈判的有关事宜,笔者助,叫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 电中请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疾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广九、粤汉、京汉火车,九月中旬到达北京。 接着,毛泽东又给他在湖南议师时的历史老师刘策成写了一封回信。 刘策成在议师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身穿粗布长衫,腰迹布袋,头屉平头,绞着布鞋,如同农村农民,走上讲台就自报姓名,无叫刘武,自策成也。 他上课非常认真,又博文强制,深受同学们的尊敬。 大家说他是活历史,不用带教本上课的老师。 那时候,毛泽东酷爱历史,除了课堂上认真听课外,还感到不满足,经常在课语找刘策成先生个别请教,探讨,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后来毛泽东在筹建文化书社时,刘策成也曾积极入股支持。 解放后,他在1950年上述毛泽东,请求工作,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策成先生会书静息,甚为感激。 先生欲为人民事业有所贡献,极为钦佩。 地点四已在长沙为夷,那里熟悉先生的人较多,商量较为便利,尚其斟酌,顺志敬意。 毛泽东8月29日后来,刘策成还是被安排在中央文使馆为馆员。 8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在迎接新中国诞生一周年之际,打算更换校徽。 校长林立如致喊毛泽东说,我校你更换徽章,随含复成徽章式样一枚,恭请会提北京师范大学六字,极光红雨,永保纪念。 林立如,原是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著名教育家。 中央人民政府是在1950年2月任命他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 为此,毛泽东还特邀林立如到中南海物坛,详细询问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林立如写巴辩函,随含转送一本书和一张宣纸,委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博渠转送给毛泽东。 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就收到了毛泽东的题字,樊三行右上角有宋师大校长字样,其中一行字后画一圆圈,写有一般用三字,就是说他满意的是画圆圈的一行字。 北京师范大学这六个字,三书三密,力道沉稳,中功谨收,书展有志,自然天成,成为毛泽东提写的各个大学校名中最优秀的书法作品之一。 8月3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岛怀工作的报告上做出第三个根治怀河的批示。 周恩来在报告中转成了华东军政委员会,8月28日转给他的中共苏北区委对志怀的意见的电报。 转报的意见的第三项是,如今年急行倒怀,则势力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 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原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 且致怀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质疑均受很大影响。 如果中央未挽救湾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倒怀计划,我们一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致怀大忌。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周、此店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 倒怀必苏、晚、玉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需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毛泽东8月31日、8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另一件报告上批示道,够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西藏进军。 后来,周恩来又批准,将刚从苏联购进的集司150运输车,拨出200辆,专供修筑甘兹机场用。 1950年9月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等,他在电文中写道,陈毅同志并告扰在此所谈各问题,拟写电报时,为保密记,请用有限电发来,不要用。 无限电,伺候凡机密电报,均请注意,用有限电,不用无限电。 只有非机密者,用无限电。 党政军均是如此。 党政军对下面一应如此,凡有有限电设备之处,均用有限电,以达保密之目的。 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 毛泽东9月1日9月3日,毛泽东赴电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高岗同志8月30日来信收到。 资负如下一,有军作战方面,可能发生如来信所说的困难。 但估计意识上不便改变,还需打一个时期,也有此种必要,到无可打了,损伤也大了,就会逐渐改取手势。 有方人员的后备力甚大,已动员报名百万以上,装备是有的,故估计可以坚持颇久的时间。 二,两千辆汽车,可以筹办。 三,铁道送队待需要时可调动,目前尚不需要。 四,弹药北夷有必要,请击办。 五,整个空军攻防计划,是照顾了你所说的情况的,正在筹办。 六,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记不可轻敌,你的意见是正确的。 柴军武可于九月上旬或中旬率少数人,以大使馆员面目去实地调查作战情况, 当令其余中旬或下旬送回第一批调查结果,即可已知教育部队。 专任研究,请急救东斯及十三兵团设立,并进行研究。 林,素军病,两宵,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七,对省级主要同志,只讲边防,不讲其他。 八,工业迁移,问题甚大,已从积极防空着手,主要的不迁,只迁某些部分为宜。 以上各项中,有几项需具体去做的,当由州副主席负责予以解决。 此副,急助健康,毛泽东9月3日有事,请随时来信。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发表了题目为《朝鲜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 他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 过去,我们对于朝鲜战局的估计,有速决和持久两种可能性,所谓速决,就是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把美军和李承晚的财与伪军赶到海里去。 现在美国在朝鲜已经增加了它的军队,因而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 朝鲜人民是可能坚持这个持久的战局的,他们动员的人力已超过一百万,朝鲜人民军队现在有十几万人,今后还能继续补充。 朝鲜人民斗争很勇敢,美国飞机一面炸桥,朝鲜人民就一面修桥。 开始时是白天炸黑夜修,后来则是随时炸随时修,飞机来了,朝鲜人民只在旁边躲一躲,然后还是照旧去修桥。 战争开始时,美帝国主义原以为用空军一炸,朝鲜人民就会害怕,结果却碰了一个钉子。 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统治和压迫之下,一旦站立了起来,就绝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他们。 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的奴役之下,已经变得非常坚决了。 东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也锻炼得非常坚决了,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 虽然在我们的斗争过程中,有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 在今天,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虽然增加了,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朝鲜人民的。 因为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对于朝鲜人民的同情已经和正在不断地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时,世界的同情就在中国人民方面,越到后来,这种同情就越到中国人民方面来。 中国战争是带有世界性质的。 中国战争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 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朝鲜战争虽然持久不如速决的好,但持久了更可以教育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 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 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 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 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 第三,战斗力太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希特勒的战线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日本东条的战线是从中国东北到南洋,都比美国从柏林到朝鲜的战线短。 在运输路线上,希特勒从柏林到莫斯科,也比隔着两个大洋要短。 在战斗力上,美军不如德日的军队,这一点不仅郑栋国知道,就是我们八路军也是早就知道的。 敌人是不可怕的,他的装枪做事和气势汹汹是吓唬人的。 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他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 假如他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他。 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的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 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对于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 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 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 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 1951年的国家概算也应当这样来制定。 9月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 9月8日,毛泽东在华东军区9月5日,关于九兵团北调执行办法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开到徐济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 该兵团在徐济县整训期间,仍归华东建制,为装备及整训方针计划,受军委直接指挥为事宜。 毛泽东9月8日接着,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做了两个批示。 聂荣臻在报告中说,柴军武昨日返京,今下午约他一谈,因我方使馆人员不能下去,故了解情况不多,亦不深刻。 现将书面报告草稿,指柴军武的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 这个提纲从五个方面汇报朝鲜的形势和看法,一、战局发展的三个时期。 二、现有敌人兵力翻号位置判断。 三、人民军兵力翻号位置。 四、观感。 五、朝鲜各收复城市工作,先承上,如要面训时,请告时间。 毛泽东批道灭,请周约柴军武一谈毛泽东9月8日周约后,刘、朱、仁月、退灭。 请周约柴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 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几个人,是否要其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遗,请周着定。 柴等出发之前,四应约李周渊大使一谈,告以柴等任务。 征求金,指击日程,笔者诸德同意,四德同意后方能出发。 毛泽东9月8日9月9日,毛泽东为军委总政治部,起草关于开展联队民主运动,加强战斗力给各大军区党委及政治部的指示电。 他写道,各大军区党委及政治部,自将中南所属48军,开展联队民主运动计划一键发给你们,希望你们一发动所属,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 开展一次联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联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联队官兵关系,达到联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 48军的计划可发给各军参考。 军委总政9月9日9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驻扎在西北地区由杨德志指挥的第十九兵团调至龙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做到随时机动,作为第二线兵力,以侧应东北边防军。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极为重视加速特种兵的建设,决定从苏联购置装备,扩边空军,装甲兵,地面炮兵,高射炮兵。 同时,加强了沿海地区及东北地区重点城市的防空力量。 这些富有远见的战略应变措施,为保障国家的安全和援助朝鲜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争取了主动的地位。 9月11日,刘亚子一家迁居紫禁城西支北长安街39号,毛泽东亲自为他的新居提赠上天下地之炉六个字。 这里环境优美,刘亚子自己说精神自好,大飞昔比了。 9月15日,联合国军总司令迈克阿瑟秘密从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调遣了强大的陆海空兵力, 亲自指挥七万多美军,在三百多艘舰艇和五百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在朝鲜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 此时,正在落东江对岸布防的美军和里承晚的十个师,也配合北面的登陆部队,开始向北进攻。 金日成首相,派内务相朴一宇来到辽宁安东,向中国边防军通报了情况。 他说,自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战局急剧变化。 由于敌人沿着铁路,公路急速北进,而且派飞机狂轰烂炸,交通全被破坏了。 朝鲜部队只好沿着山区的小道往北撤,很多主力部队现在还滞留在南方,联系不上,情势危机。 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越贵等地军事部署及对剿匪等项向工作给邓子辉等的指示店。 他写道,邓潭诏苏并各军区党委9月13日电西。 1.同意你们对越贵五个军的部署。 假,目前形势下,海南岛有43军一个师已足,该军主力仍可位于大陆,并可照你们部署以一个师开亲房。 1.你们于南宁西南地区集结一个师继续剿匪,并准备与43军调住亲房之一个师配合歼灭由越南窜入之残匪,是很必要的。 2.违省注意,这两师兵力不要太迫近越南边界,要距边界远一点,如匪军由越回窜,则有其深入百余里或二百余里,然后我军以必要力量切断其来路,由西向东歼灭之,切记打得太早,破其逃入越境,麻烦甚大。 2.为歼灭该敌,我两个师及地方部队,需指定一个能干的军级人员,统一起指挥。 3.并、广州、佛山、花县、英德及西以东地区,经常保持四个师是必要的。 4.惠州及西以东,包括潮汕、海陆丰区域,需经常保持两个师,以便及时歼灭,可能由台湾方面乘机偷袭之敌。 2.你们对48军的部署是对的,该军收缩地方工作的时间如来不及,可以推迟至明年1月底或2月底集中完毕。 3.湖南之两个军,请你们考虑,在明年春季集中一个军于机动位置,明年夏季或秋季在集中一个军,是否可行,探查明电告。 4.主力各军明年的剿匪工作、军事训练、文化训练和生产任务需做必要的调整,不使互相冲突。 即使说,凡有匪的地方,必须争取于明年彻底剿灭,文化教育需用大力推行,军事训练亦需占有一定时间,完成一定整训任务,务实武器不生锈,装具不移缺,战斗意志不降低。 回答上述目的,则生产任务不能太多,因以改善部队生活为主,不以增加国家财富为主。 如不减少生产时间,则文训与军训两项任务即不能完成。 此问题为全军共同问题,除请你们考虑外,一请西北、西南、华东、华北、东北各军区负责同志加以考虑,以其意见定告违判。 军委9月16日接着,毛泽东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关于上古龙村12日,发现美机一架的电报上,给周恩来写了一个,关于抗议美机美舰对我侵袭问题的批语。 他写道,周、东北及上海、山东沿海、渔民发现的,均继续发现美机或美舰侵袭,置之不理是不妥的。 若每次抗议,则不胜其烦,肆意每隔十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请卓办。 沿海事件,军委有材料。 毛泽东9月16日9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表侦女张淼宏、朱光少将的妻子,请到中南海吃午饭。 他一见张淼宏就说,今天请你来,有两件事要你办一下。 张淼宏问,什么事?我想让你回湖南一趟,马上动身。 一是去接你的酒表旧王岐饭和我的同学周世昭,二是请你顺便到你外婆家去一下,找你的舅舅文韵昌他们做做工作。 张淼宏文言,高兴地说,好,我一定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转身对江青说,你去把那封信拿来。 江青从毛泽东的书房里拿出一封数式信封,张淼宏接过一看, 是湘湘县县县长刘亚南写来的那份材料,心中顿时一沉。 淼宏,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刘亚南给我写了信,我看了,很好。 你回去代表我向他问好。 就说,你不要有思想顾虑,要大胆工作,另外,你回湘湘,到唐家尊去一趟。 跟你舅舅他们说一说,做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尊重地方政府,奉公守法,做老实农民。 张淼宏说,叫我回去可以,他们是我的亲舅舅,我怎么好说呢? 毛泽东说,你就不会说是我说的吗? 张淼宏不吭声了。 毛泽东又交代说,你的态度一定要严肃点。 后来,张淼宏回到唐家尊,探望并做通了舅舅文韵昌,文建权,文南松,文梅清的工作。 他又到乡乡县找到县长刘亚南,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你给主席的信,主席收到了。 乡下的情况,他都知道了。 主席叫我回乡乡来,专程看望你,并告诉你,不要有顾虑,大胆工作。 文家亲戚都要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缺点,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 主席还交代说,对文家不要有任何的特殊照顾,而要同其他农民一样,同等对待。 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又可以不听当地政府的话,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有什么缺点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 主席很忙,他说就不另给你写信了,要我向你问声好。 谢谢主席。 刘亚南郑重地对张淼洪说,请你转告主席,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干好。 刘亚南问起毛泽东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张淼洪说,身体很好,就是忙了点。 主席平时爱吃辣椒,炒豆豉辣椒,辣椒酱,苦瓜皮,盐浆等,还喜欢将辣椒喂着吃。 刘亚南听了,说,请你带我向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 张淼洪告别刘亚南,离开了乡乡县城,返回长沙,准备接王继饭,周世昭北上。 王继饭以应邀先妻赴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他就到湖南第一师范,邀周世昭一同赴京。 关于文韵昌,在这里也需要交代一下。 后来刘亚南看文韵昌是个读书人,又多年从事教育,在当地有些名望,便把他请到县里,当上了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给予他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 不久,文韵昌又经王继饭等人向王首道推荐,担任了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又当上了湖南省文使馆管管员。 9月18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智亮向国内发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今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 9月18日这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日本人山口龙一及往日洲产业诸事会设的一封航空信件,投送地址是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深圈亭,二十番地七号第一律西管理室。 这是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CIC的所在。 信中的内容是锁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 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 至于热烈的问候,信件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上面会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还有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有日文注解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加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 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信中还有一段文字是,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裂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制毛主席所占位置,这个草图引起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保卫局的高度重视。 山口隆一的职业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而不是经营消防器材的商人,他画这个图的用意是什么? 信中提到10月1日发货,正是在新中国的国庆节。 山口要用什么手段在天安门搞破坏呢? 于是,公安人员密切监视与山口隆一有来往的人员,很快便牵出了一个美国间谍,此人叫李安东,是意大利人。 公安部长罗瑞卿请示周恩来后,于9月26日逮捕了李安东河山口隆一,并对李安东在甘雨胡同住宅进行了搜查,缴获迫击炮一门,手枪一支,手枪和步枪子弹,235发。 随后在1951年,又逮捕了与此案有牵连的意大利人马迪诺和法国人位置,还有哲利、甘斯纳及中国人马辛青,并在马迪诺家中缴获了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259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敌火、兵器零件等273件。 1951年8月17日,北京市召开公判大会,由罗瑞卿亲自担任公诉人,对李安东等人进行宣判。 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马迪诺被判处无期徒刑。 魏智、哲利、甘斯纳及中国人马辛青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判决后,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处决,马迪诺、魏智、哲利、甘斯纳在监禁一段时间后被驱逐出境。 8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版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美国特务间谍李安东死刑的新闻。 其诉书说,李安东河山口隆一合谋,妄图于1950年10月1日,我国国庆节大会时,套击天安门检阅台,一举谋杀我参加国庆大典的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首长。 再说9月19日,毛泽东为早年老同学张维的母亲八十寿臣书写了一幅对联,如月之横,如日之声。 9月20日,毛泽东获悉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要为他修缮韶山故居和修通从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 立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成和省委第一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辉。 他在信中写道,克成,首道,并告子辉同志,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宪政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 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 视为制药 毛泽东9月20日接着,毛泽东在罗隆桓关于提升一位军长为兵团副司令员的报告上批了同意后,又写道,隆桓同志,你已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谈话,即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持久。 请考虑 9月21日,毛泽东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胜9月16日关于致淮工作给华东局和中央的报告批转给周恩来。 他在报告上做出第四个根治淮河的批示,周现已9月底,致淮开工期不已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毛泽东9月21日,9月22日下午,王继范被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会晤。 本传前面已经多次讲到了王继范,尚需补充的是,毛泽东早年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曾有几次被国民党军警追捕,都因王继范救援掩护,方得渡过难关。 自1927年马人事变后,他与表兄一别二十多年,未曾谋面。 王继范一直在长沙、香香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他同情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曾多方赞助进步学生、进步老师的革命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继范提出,请八路军驻乡办事处介绍其独生儿子王德恒前往延安参加抗战。 徐特利当即表示,一定鼎力相助。 没多久,王德恒便辞别父母,妻儿到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那时候,他的女儿王海荣才一岁多,儿子王启华尚在强保中。 1940年春,王德恒从抗大毕业,1944年,随王振的支队回到了湖南,在桃园县工作,进行地下活动。 不久,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年仅30岁。 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深感悲痛。 但因事关军事机密,他未将王德恒牺牲的消息告诉王继范。 在此后数年间,王继范照旧年夫一年的给表弟毛泽东和儿子王德恒写信。 他多次拜托毛泽东对王德恒严加管教,使之成才,为国为民效力。 他还反复告诫王德恒,务必要聆听毛将冬的教诲,不可一日懈怠,为表叔也为家人争光。 此次王继范来京,适应毛泽东的邀请,在9月21日与夫人萧时英一起, 由儿媳萧凤林,孙子王启华,孙女王海荣陪同,离开长沙,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他们刚下火车,毛泽东及太秘书前来迎接,把他们一家人接到北京饭店住下。 毛泽东见到王继范分外高兴,他久久握着表兄的手,深情地说, 九哥,你终于来了。 王继范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里充满了泪花。 他也激动地说,润知,我早就想来看你了。 只是学校里的事情,分不开身啊。 九哥,当年我在湖南读书时,闯了祸,张干校长要开除我。 多亏你帮忙,才了结了那桩公案。 润知,那时候你的胆子也不小啊。 二人说吧,哈哈大笑。 王继范把家人一一介绍给毛泽东,王启华,王海荣, 都亲热地叫毛泽东主席公公。 毛泽东把王继范引进菊香书屋,在陈设简朴的客厅里坐下来。 他说,九哥,我们两人分别已有二十三个年头了吧。 王继范扳着指头算了算,说,对了。 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们都是两鬓白发了。 王继范一家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心里很不安。 他对毛泽东说,认知啊,像我们这种对革命没有贡献的人, 住在那样高级的北京饭店里,实在感到惭愧和不安啊。 毛泽东说,这些年,你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可大了。 认知,快莫这么讲,我有什么贡献? 还不就是百百分比吗? 毛泽东正色道,九哥,不说,你对我有大恩大德, 就是你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为国家民族培养出多少人才。 教书就是有异域人民的,就是有贡献的吗? 更何况,你对革命事业一直很同情,鼓励学生参加革命, 还把九哥你唯一的儿子得衡,送到延安学习。 毛泽东想起两年前王继范向他提出的治国方略, 又说,九哥,你提的那三条建议,用贤才,立法制,重道德,极好。 我一定紧急在心,尽量采纳。 王继范看着毛泽东眼睛里布着红丝,便问道, 你晚上是不是没有睡觉啊? 毛泽东笑了笑,说,这是我的习惯, 从延安时起,我就养成夜里工作的习惯。 王继范关切地说,现在进城了,情况不同了, 你该改改这个习惯了,不要影响了身体。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我这个习惯,恐怕难得改了。 毛泽东和王继范共计晚餐, 他拿起酒杯,给王继范针上一杯低度葡萄酒。 王继范推辞道,认知,你是国家主席, 让你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说,九哥,你是我的老师, 学生尊敬老师,应该应该。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把王继范请到书房虚化, 这才把王德恒在延安的情况及回到湖南桃园, 被股民党特务杀害的事,一一告诉了表兄。 他望着年近古稀,虚发花白的王继范, 垂手功力,悲从中来, 好半天,才哽咽着说, 九哥,你把德恒交给我, 可我没有照看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啊。 说着,禁不住两行热泪, 潸染而下。 儿子牺牲的消息, 令王继范老泪纵横, 肝胆剧烈。 但他见毛泽东如此自责, 便极力忍住心中的悲痛, 安慰毛泽东说, 润之老弟, 快莫这样讲。 为了国家安宁, 你几十年东奔西芒。 为了人民翻身, 表弟习杨开会慷慨就义, 则民, 则谈兄弟, 血染疆场, 得衡以你做楷模, 为天下安宁, 百姓安居乐业, 而壮丽牺牲, 他死得重于泰山, 自当含笑于酒泉。 家人也以他为荣, 福富旱灾。 毛泽东紧紧握住王继范的双手, 说, 酒哥, 你说得极是里, 得衡是个好牙子, 这也是你当父亲的教育之功。 人民是忘不了的, 我毛泽东也是忘不了的。 你要节哀, 多多保重, 还要照顾好他的一双儿女, 他们是劣势遗孤啊。 有何难处, 可以直接找我。 我们是一家人, 不必客气, 自此以后, 王继范在北京和毛泽东 过从甚密, 时常成为毛泽东家中的座上宾。 王继范觉得, 毛泽东对自己礼遇太过, 深感不安, 心里只想为国家做点实事。 有一天, 他见到毛泽东便直言道, 认知, 我应命来京, 是想替国家做事。 你焦点是给我做, 我心里会踏实一些。 酒歌莫及, 毛泽东从容地说, 建国一时, 百费戴星, 哪会没有事情做。 我已经替你, 谈算了一件事, 政务院参事。 任务是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 这职务是不是小了一点? 王继范一听, 连连白手, 说, 润知, 你随便给点事做就行。 政务院参事, 重任在间, 我哪能干得了啊? 不。 毛泽东摇摇手, 说, 你过去搞了几十年教育工作, 见多识广, 身符众骂。 完全干得了。 你给我提出三个治国重点, 不是有用贤才一条吗? 古人说, 内举不必亲, 外举不必愁。 我们要建设新中国, 就是要选贤任能, 为财事举。 你是我的表兄, 但更是贤才, 我就是请你出来工作吗? 王继范听了, 很是感动, 恳切地说, 认知我想加入共产党, 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稍微思索了一下, 没有正面回答。 他说, 九哥, 过去你一直同情共产党, 支持革命事业, 如今这么大年纪了, 还在为党为人民工作, 实在可敬可配。 至于想加入共产党, 你可以缓缓, 因为全国刚解放, 共产党发展党员采取慎重态度, 吸收党员较少。 你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 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是,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加入民主党派是很光荣的。 你留在党外, 更利于这方面的工作, 更能发挥你的作用。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 王继范心里亮堂堂的, 他高兴地说, 认知, 我照你说的去做。 不久, 王继范就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参师一职。 后来, 他还被选举为第一二、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再说, 在9月23日晚, 毛泽东邀约梁树明到家中谈话。 此前, 梁树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在4月至9月中旬, 先后到河南、 山东、 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城乡 进行了考察, 刚回到北京不久。 梁树明来到菊香书屋, 一番寒暄过后, 毛泽东急吩咐江青上菜吃饭。 梁树明歉意地说, 我已有约情, 已经吃过晚饭了。 江青听他如此说, 便端来一盘十些水果请他品尝, 这才转身来到餐桌旁, 与毛泽东一起用餐。 毛泽东草草用了饭, 点燃了一支烟, 问起梁树明在各地考察的情况, 梁树明一一做了汇报。 毛泽东建议说, 你看了新解放区, 又看了老解放区, 但都在北方, 还没有看到南方, 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 趁热打铁, 你的收获会更大。 梁树明说, 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 想休息一下, 几时间把参观的见闻感想写出来, 访问广东就缓一缓吧。 毛泽东说, 也好, 先写写观感, 去南方的事, 以后再谈吧。 接着, 毛泽东问起他居住的条件如何。 梁树明说, 他一家寄居在西城辟财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里, 住房并不宽裕, 生活亦有不便之处。 毛泽东当即说道, 为使你生活, 写作更清静些, 我让人安排你住到颐和园里边去, 你就在家等候安排吧。 徐冰很快便派人, 把梁树明一家接到了颐和园内十方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居住。 梁树明对毛泽东非常感激。 有一次, 两人在颐和园信部漫游, 梁树明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 腰身向前攻着, 头身在毛泽东的身前, 竖着大拇指, 仰望着毛泽东的脸色说, 毛主席啊, 您真伟大啊, 真伟大。 梁树明一生极少赞扬人, 这次他是真的被感动了。 但是毛泽东听了并不高兴, 皱起眉头扶了一下手, 说道, 不要这个样子, 我们是私交, 是老朋友了, 这个样子不好吗? 此后, 梁树明在颐和园一住就是两年多, 直到有关部门安排他一家人搬到了积水潭边的小童景一号院居住。 9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人堂向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们致注词。 他说,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 中共中央向你们的会议制热烈地祝贺, 并对你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 你们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 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 克服了很多的艰难困苦, 表现了极大的勇敢、 智慧和积极性。 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 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 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 同时号召你们, 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 劳动模范同志们, 继续在战斗中学习, 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 只有绝不骄傲自满, 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 才能够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做出优异的贡献, 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 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 这是两件大事。 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 战斗员一道, 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 团结一致, 协同努力, 方能达到目的。 当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个国庆纪念节日快要到来之际, 你们在这里开会是有巨大意义的。 我们祝贺你们的会议获得成功, 庆祝你们在街后工作中获得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 王毛, 您歌胖呀。 一位代表双手拉着毛泽东重重地抖了抖, 大声地和他打招呼。 毛泽东微微一愣, 周围的人全都吃了一惊。 毛泽东定睛仔细一看, 终于认出来了, 朝那人的尖头轻轻地打了一拳, 叫道, 罗瞎子, 是你呀。 老毛, 您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萝卜头? 那人说着, 眼泪便扑苏苏的掉了下来。 毛泽东哈哈笑了, 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哥还记不得, 狗富贵, 勿相忘吗? 原来, 那位被毛泽东叫做罗瞎子的老模, 来自十年内战时期的老苏区。 那时候, 毛泽东到苏区乡里搞调查, 遇到的乡政府主席就是眼前的这位老模。 毛泽东问他的姓名, 他自爆家门说叫罗瞎子。 毛泽东说, 这个名字是绰号, 你总得还有个真名吧? 这位乡政府主席摇摇头说, 咱家里穷, 没上过学, 抖大的字不认识一生, 是个睁眼瞎, 就叫罗瞎子。 从小就这么叫惯了, 如今, 在乡政府里当主席, 更不能叫官名。 要不, 人家会说我摆架子里。 再说, 自家人这样称呼我, 无拘无束, 怪欺热的。 毛泽东连连称赞道, 好, 说得好, 狗富贵, 勿相忘。 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 我们也不能像陈胜那样, 忘了自己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 毛泽东接着讲了, 史记中陈胜称王后家乡的父老, 在殿上直呼其小名, 陈胜因此恼羞成怒的故事。 罗瞎子听了, 哈哈大笑, 他摇着毛泽东的手说, 要是你以后当了皇帝, 不, 要是革命成功了, 你管天下,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毛泽东说, 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 好, 我记住你的话了。 罗瞎子万万没有想到, 毛泽东在与他分别间二十年后, 竟然还没有忘记当初那句狗富贵, 勿相忘的诺言。 9月26日, 这一天是中秋节, 毛泽东和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 劳动模范代表一起吃饭, 农民代表李顺达和工人代表马恒昌, 分别坐在他的左右。 毛泽东说, 中国山地很多, 南方有井冈山, 大别山, 山西有太行山, 吕梁山, 就是到了共产主义, 也不能不要山区。 你们住在山区, 要好好建设山区, 以后要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接着, 他举起酒杯, 又对李顺达说, 你住在太行山, 那个地方时候土薄, 你做出了贡献, 我敬你一杯。 此后,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 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题词, 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欲知英模们在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约, 苟富贵, 勿相望, 点出司马迁, 史记, 卷四十八, 陈设世家第十八, 原文是, 陈胜者, 杨成人也, 自赦。 陈设少时, 常与人雍庚, 绰庚之笼上, 畅恨久之, 约, 苟富贵, 勿相望, 雍者笑而应约, 若为雍庚, 和富贵也, 陈设太息约, 接胡。 燕去安置洪湖之治灾, 后来, 陈胜皆干而起, 果真成了秦末农民起义军之王, 史称陈王。 曾经和他一起种田的老伙计, 记得他苟富贵无相望的话, 就去找他。 陈胜却把老伙计给杀了, 由是无亲陈王者。 毛泽东熟知历史典故, 随手拈来, 教育下属。 接二十年后, 他与故旧相逢, 当即道出当年的诺言, 且躬身立行。 正所谓圣人以身体之, 必行近乎人, 伪在毛泽东。